停在这个位置 你就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因为边上停不了车 它有一个花坛 如果太阳大的话 太阳能充电很方便 它有个长廊 每天他们都有当地人 在这里休闲晒太阳 而且你如果要晒被子的话 也不违和 他们当地人也是在这里晒被子的 可以看见有一堆堆的人 他们是交易南红的原始 卖的一般都是遗族 买的一般都是汉族 而且我在这个亭子这里 就发现了别人丢弃了一堆原料 看见了没有 坐着这里等太阳出来 这里来了一个小货车 拖了一车的南红 载量原材人 这个圣诞节卖了 不知道多少天气 可以吃飚 我有一个小炊? 我超胖我们的小炊, 我超胃的小炊 你还做完 我超胃的小炊 抹肝 不会跳来 我们的小炊 我超胃的小炊 我超胃的小炊 最高人的小炊 我超胃的小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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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像玛瑙 是玛瑙吗 对 玛瑙啊 就是玛瑙 是吧 四川玛瑙 四川蓝红玛瑙 来了一个买主 卖家开价46 买家还价30 这一堆食料有2000多斤 也就是说差不多10万块钱吧 前面那一个没成交成 今天又来了两个人 来了一个买主 看能卖出去吧 这一堆料比前几天那一堆料要好一些 他这个是 要价是90 买家不同意 买家是还到30到40 这边这堆开价是100 那边那堆开价是90 快个驾车 哎呀不错 后面那一堆蓝红马岛已经成交了 价格是60块钱一斤 大概有七八七八百斤的样子 这里还有一堆 刚才那个买家成交之后了 我就很小心的问他说能不能给我几个 拿拿拿 我就拿了这么一些 这不是蓝红 这是水红 你好漂亮啊 好开心啊 没有那个蓝红那么油润 我觉得好漂亮 脆一下可以 你看这堆多少钱 这堆开价是100的 这堆也是60块钱一斤 一个买主 这一堆是绿花盆里一斤 真的好漂亮 这两盆是刚跟别腰的 这个营地特别的好 茶余饭后 车友们都在交流